问题大家非常关注就是来主导操作这件事情的日本东电 其实也是刚刚我们的总台驻日本的记者李维斌说到的 这次排海作业的监测团队也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本东电共同来组成 可是日本东电公司此前有过篡改数据 包括提供假报告这样的一些劣迹斑斑的行为 那谁来监督它才能让所有的排海作业在一个透明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 应该要建立一种更完善的监督机制 日本政府它也有国家航空局NRI 他们也是有监督机制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日本东电公司还是出现了数据这种招假行为 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这样一个影响全球的这种大事 应该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并且估计社会也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因为光说监督可能你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来保障 可能也是一句空话 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部在今天特别表示 我们要加强相关的监测工作 那这个监测工作主要涵盖在哪些方面 会有哪些工作 目前我们加强的还是我国的管辖海域 就是我国的近岸 我国的管辖海域 就是近岸近海这个范畴 这次关注到我们国家自身的海洋生态 予以海产品予以生产这样的 我们测量对象包括海水 底泥 就是海洋成就 底泥 以及各种意识海洋生物 应该涉及到我们管辖海域的 它的所有的辐射环境相关系的问题 另外我们每年还在远洋 还要进行监测 以保障我们国远洋捕捞这个产业 这个渔业它的安全 海产品的安全